台塘新宁铁道文化园区 除了怀旧的五分车供人缅怀之外 近期还整修老建筑 开设浙子体验文化馆 带领游客认识唐叶风华的历史 也引领宾客回顾浙加造子的技术 活化了台湾唐叶史 实质保存了台湾唐叶发展轨迹 这是我们的甘蔗体验的蔗渣 然后加上一定的比例的墓穴 然后把它做成的棉子 那以前我们在造子的时候 就是用这种棉子来造子 只是说我们这是甘蔗渣 然后我们先把一点点的放在水里面 好就把它一粒一粒的把它放在水中 然后把它弄得细细的 然后把它揉 把它揉一揉搓揉 好然后我们要做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多一点点花纹 这个是甘蔗的瓶 然后我们把它体验成这样子 然后我们可以轻轻的撒上去 当你做成你的纸的时候 你就会有这种涩渣的花纹 因为你是要做干涩的纸 把水都准备好了 那个要做纸的才纸浆 我们都准备好了 现在就拿起我们的沙网 那沙网以前的沙网 就有一点点是撈的意思 所以我们以前做纸的时候 是用撈的把它撈起来 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沙网放下去 那这边有一个凹的 然后这边是平的 那等一下我们做纸的时候 不能从不能像这样子 不能在这一边 因为为什么 我们不能在这一边的意思 就是说这样纸拿不起来了 好所以我们现在又把它弄掉一次 为什么要在这一边 因为是平的 我们把这个打开 我们就可以撕下来 好那转五次 放到底 转五次 一 二 三 四 五 五次 然后轻轻的拿起来 要很温柔的让它起来 然后让它水沥干 好 沥干的时候 然后我们倾斜 所以要轻轻的 要很温柔的对待它 那它大概要放到什么时候 才可以把它拿起来 就是你觉得已经它不会滴水了 我们再平放 是是 好平放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现在就拿过来 这一这个 然后把它平放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把它打开 这样子 知不知道吗 这样了解 然后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要先拿三张纸 这个是吸血纸 取三张 吸血纸 然后三张 是三张 所以刚才是摇五下 这边是三张 然后轻轻的把它叠在一起 轻轻的放上去 然后这里的动作是用压的 轻轻的压 很温柔的对待它 轻轻的压 压它 你感觉已经可以了 再给它翻过来 翻过来这时候 再拿起你的抹布 然后在这里轻轻的 把它 桌椅的水分 这个动作都是在吸它的水分 这时候 再拿出两张的纸 现在哦 现在不可以压它了 要弄拍的 要轻拍它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压它 它的纸 等一下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不能压它了 这时候要轻拍它 这个动作也是在把多余的水分 吸干 那看来有人问 为什么 那个动作是要弄拍的 因为如果你压 它会 这张纸 因为是湿的 它会黏在这一张 就取不下来了 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历史背景 因为台湯是制塘企业嘛 那制塘当初 制塘所产生的这张 台湯公司本身就有在做纸酱 所以这次文化创育馆的成立以后 我们就希望让游客知道 台湯从制塘业起家以后 就是吃了纸酱以外 那还有一个印刷 让顾客完全去体会到 台湯公司从制塘到最后 这招处理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就成立一个体验馆 让游客自己来做纸 纸以后再做印刷 我想这是一个相当 相当紧密的一个连结 我们做好那个纸 我们轻轻把它撕下来 把它烘干 把它烘面 这个我们因为这个温板 这是很热的 然后我们就是用 利用它的热度下去 把它烘下烘干 这个温板 所以它的温度有多高 它最高就是85度 会很烫 有没有危险性 要说危险也是有 因为餐很热 我们不要去碰 碰这个板子 对 所以通常一张纸贴在上面 它多少的时间可以完成 像我们也是要看它的湿度是怎样 差不多是五至十分钟 妈妈为什么会带小朋友到这里来 我今天早上看到报纸 所以从哪边过来 从我们从永康过来 哥哥几年期 五年期 你刚才做什么知不知道 在做纸 做纸 所以你刚才学到什么 刚才学到如何吧 就是怎么做纸 然后用 然后最后到我们生活上 只是一个在我们生活上很常见的东西 只是我们很想了解 只是如何做出来的 今年有没有寒假作业 有 你觉得妈妈带你到这里来 对你的寒假作业 有没有帮助 应该有 妹妹手上这个纸 是用什么材料做出来的 甘蔗叉 你刚才有没有亲手做 有 有没有成就感 有 这个是圆盘鸡的油末 我现在要来沙末 上在圆盘鸡上面 这个我们现在做这个是纸 这个字体这个是用心板下去融的 我们现在要来硬这种 末我们先照去沾上末 末两次 我们来硬 包纸放好 用力压 好了 酸出来了 很漂亮 弟弟你刚刚印了什么 我印了恭贺新喜年 抱足身中一岁楚 李丁你觉得一张纸进去以后 出来就变成这样子 感觉怎么样 很奇妙 透过讲解与体验 游客很快就能领略造纸技术的过程 与印刷技术的演进 台塘新宁铁道文化园区 积极活化老建筑 提供民众深度旅游 相当值得肯定 记者陈伯如采网报道